你好 这身材保持的 你看站得比我挺拔多了 你看啊 来来 您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今年67岁 67岁 我叫王红山 北京人 您年轻的时候干嘛 我从这些建筑行业 我是策绘工 这个从建筑到瑜伽 从那个场合到这个场合 让人匪夷所思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别人见到我练的瑜伽 就说你柔软度这么好 以前是不是练过舞蹈 搞过体操 我说什么都没有 我刚一开始 属于是和一个朋友 他接受着一段时间瑜伽 然后他给我展示了几个体制 让我坐着坐 我一坐着 他说你坐得很到位 很到位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才接受到瑜伽 我听说您是在顺义公园练是吧 哎呀 那接受大自然呢 首先是瑜伽 有为官的人吗 有啊 大妈多还是大爷多 都不少 都不少 我们看得出大爷的气质 非常的温婉 这个您柔韧度 应该也还不错 还可以 还可以 通过瑜伽的练习 越来越 提升得很快 你就别说全国67岁 这个大妈练得少 大爷的那绝无仅有嘛 您为什么要做这个 跟大家都不一样的事 一般来说像您这大爷 一般人下下象棋呀 溜溜狗啊 是不是 羊羊鸟啊 我比较喜欢运动 同年轻时候吧 什么跳绳 踢件 跑步 单杠双杠 我都玩 您考了证吗 考了 我是在57岁 拿的瑜伽高级教练们 15年的时候 63岁 考取了瑜伽理疗 导师证 瑜伽理疗 导师证 对对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呗 好的 好不好 来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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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效应 爱憬 哎呀 太厉害了 天哪 你知道我心中由衷的感慨是什么吗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真的 刚才我们其实看到的 不仅是你的努力 我们看到一种很美的东西 就是王大爷在练的时候 刚好您的表情冲着我 给我的感受就是 您内心特别富足 我觉得我们人生也活得这样 在用力地生活 但是充满喜悦地去享受它 您说您练着玩就练着玩吧 弄那么专业干什么 哎呀 这个首先是给自己带来的益处 身材越来越挺拔 气质越来越好 走路赛过小伙子 真的 真的 您走两步我们看看 我这一走 我这走起来见目如飞 有一点是肯定的 你走得很轻盈 如果图老师走起来就比较沉重 我主要是看着你们比较沉重 你手咋那么湿呢 嗯 有点紧张 你身体这么好呢 你看看他的手 这紧张 你看看他的手 冒汗 因为手老是算着这个花 不是你这阳气太足了 算是化瞳了 你看他手就低了 汗呢 哇 天哪 我们好虚啊 我脸擦来了 哇 天哪 我也要练鱼虾 对对对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教一个简单的动作 给我们现场的几位企业家 挑几个柔韧性比较好的 看你能不能慧眼十珠 好的好的 你挑 你觉得谁能够完成一些基本动作 跟您来学一下 您挑一招 我觉得你欲欣应该可以 我可硬了 其实 牛琴 然后呢 还有这位漂亮的帅哥 漂亮的帅哥 帅哥是用漂亮来形容 漂亮的帅哥 帅气的帅哥 吴胜 你现在吃这么胖 你还上去 徐赵老师 这可以 徐赵老师 徐赵老师的身材 胖可以练瘦 别撑着惊啊 徐老师 非常硬 非常硬 好的 开始 徐赵老师没往后痒 先一步一步来 这三个人多好硬 我会给大家展示 我会给大家展示 下蹲 好的 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臀部重心 像坐在椅子上一样 像坐在椅子上一样 好 臀部重心 好 臀部重心 好 臀部重心 很 дорог 很好 很好 吴这天手打不直是吧 呼气 慢慢起身 看吴赵像不像被吊打的那种感觉 吐气的时候 吐起来打 李劉瑜的是吸气的 是衬拉 在动作到位之后 弦吸5秒 弦吸是在胸 弦吸在胸 不是吸满气 吸满气 是到嗓子里边叫憋气 弦吸 这个概念是什么呀 往后还可以继续吸气 这个吸半口气 在胸旋柱 呼气的时候起身还原 好 谢谢三位 非常好 平常